在同川的宜君县居然长出了一颗热带植物 而且已经有1400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宜君县地数陕北和关中交界 地形也是黄土高原向平原过渡 既不像陕北那样深沟高谷 也不像关中那样遍地凉田 取而代之的就是茂密的植被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在陕西同川的宜君县 说起西游记肯定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这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电视剧 也可以说是我们最喜爱的电视剧其中之一 西游记虽然是虚构的 但是唐玄藏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今天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跟玄藏有关 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一棵参天大树 就是玄藏亲手种下的一棵梭罗树 接下来咱们就赶快去看一看 从高空俯瞰 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这棵树的不同 梭罗树原产于印度及马来半岛等南亚热带雨林之中 出现在这里 且树林尚千岁 注定和那个西天取经的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棵梭罗树是玄藏法师西行归来的时候 带回来的一粒种子 然后种在了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这棵树它的树干不是特别的粗 只有3.8米 但是这棵树呢 确实非常的枝繁叶茂 整个这个树冠能够遮盖 大概600多平方米的范围 相传公元645年 玄藏法师取经归来时 携带了三棵梭罗树子 一棵 一号了唐太宗的御马 另外两棵 分别由玄藏法师亲手栽种在当时 皇帝避暑的行宫 玉华宫的速成殿和马场 不幸的是 在96年速成殿的那棵梭罗树被大火烧毁 如今就只剩下了马场的这一棵梭罗树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一棵 这棵梭罗树 五月开花 九月结果 它的花朵是雪白的颜色 而且芳香四溢 好像佛塔 又好像竹台 梭罗树的叶子 形似佛掌 在花开之时 整个的景观是非常美的 就好像是满树的佛手 在捧着竹台 祈福人间 忽悠众生 在西安的大雁塔呢 也有一棵梭罗树 那棵树呢 就是从这边 这棵梭罗树取的一个紫树 然后成功的移植到了那边 苏罗树的生长比较缓慢 在潮湿的地方 它是长绿植物 在干燥的地方 则是落叶灌木 在每年的二月到四月之间 它的叶子几乎是掉光了的 可是到了五月 叶子就又会重新长出来 因为长势缓慢 所以能成如此冻凉 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 也足以说明这棵树 本来就是一个奇迹 因为这棵梭罗树 呈现出了落叶灌木的状态 这棵树也就有了许多的看点 当地人说春观叶 夏赏花 秋结果 冬季品落叶 就是对这棵树 最恰当的形容 来这里不仅仅是看一棵树 更是看一种千年的情怀 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在这棵梭罗树周围呢 环境是非常好的 植物也特别的茂盛 通过它周边的这个保护措施呢 我们也能看出来 当地人对于这棵树 是非常的爱惜的 我们来到这转一圈 就好像跟玄奘法师握了手一样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 拜拜